一阵一来,这里大雨不断,本来就崎岖的道路更加难走 从长沙出发,一个小时的高速公路车程之后 就到了宁乡县流沙河镇下属的一个村 在村子的最深处,就是11岁的艾滋病女孩沙沙的家 沙沙的艾滋病应该是从她爸爸吴鹏飞那里传染来的 但吴鹏飞究竟何时感染了艾滋病,现在已经无从知晓 吴鹏秋记得,2010年,吴鹏飞从广东打工回来 曾和自己说过,他得了艾滋,会死 吴鹏秋一辈子都没出过湖南 他想的是,艾滋病不就是和非典一样,还没有瘟疫严重 在他的字典里,瘟疫是最严重的病 2014年的一天,吴鹏秋发现,沙沙左边的脸肿起来了 带到镇上的医院去看,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奶奶带树英响,一定是上火导致的牙龈发炎 很长时间,她每天给孙女冲板栏根河,但是都不奏效 接下来,沙沙的脖子上也出现了类似她父亲的农包 2014年7月,长沙市第一院一份检验结果,证实了吴家的担心 沙沙被确诊为艾滋病,来自母婴传播 经历过媒体的多次报道之后,尹彭波校长对于媒体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 她认为,与其报道她所谓的个人事迹,不如关心沙沙的上学问题 作为赤断玩小的现任校长,对于家长们之前,江沙沙非次院的请出学校的座位 这位来自农村的老师,可以说是十分的理解 2015年8月28日,新学期一时,沙沙从爷爷那里得到消息 她可以到县里的一所小学读书了 这一次,沙沙就读四年级 她发现这个校园比村子里的校园大很多,还有好几栋教学楼 同宿舍的七个孩子也都成了她的朋友 他们一起在楼道里跳皮筋,跳壳子 真相三十分记者在县城找到了沙沙曾经短暂待过三个月的这所明办小学 这所学校是当地比较大型的小学,共有在校学生三千多人 值班的校长接待了我们,对于沙沙的事情,值班校长也很是无奈 这位值班的校长解释,小学生不同于初高中生 自控能力比较差,许多风险也是不可控的 他们也不敢保证不会在学生间传播 回顾沙沙在学校上学的情况 校长说沙沙刚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她是一个艾滋病女孩 对于沙沙现在的困境,县城的这所学校也是有所耳闻 但是学校方面对此也爱莫能助,毕竟学校还有近三千名学生 方方的病情自从被当地的医院确诊以来 她就一直在宁江县的奇空中心接受管理和治疗 当地学校的家长是以方方的病情有传染性为由 就觉得她和自己的孩子一起上学 那么方方现在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 她的病是否还具有传染性呢 我们也来到了宁江县疾控中心进行调查采访 沙沙的治疗由宁江疾控中心负责 每三个月通过这里到长沙领取国家发放的免费药物 宁江疾控中心传染病科的宋利平科长 对沙沙的病情十分的了解 她介绍说沙沙的病情现在已经比较稳定 各种外伤症状都已经基本看不出来 我们就是定期对她进行随访 定期随访的话关心她的这个生活状况呢 然后她就是每三个月她常常是传染病医院去领一次药 如果她输药住院的话 如果她的病情控制得好的话就不需要了 如果控制不好输药住院的话 我们就会跟她们转接到我们定点的医院进行治疗 就会给她报销80%几以上的医药费 宋利平从沙沙患病一开始就介入她的治疗过程 对于沙沙的整个病情十分的清楚 就艾滋病病情来说 沙沙如果坚持治疗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甚至可以结婚生子 但对于现在最为迫切的入学问题 疾控中心方面也是束手无策 沙沙入学问题面临最大的阻力 就是就读学校的其他家长反对沙沙上学 对于这样的情况 接受采访的学校校长 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乃至沙沙本人都表示了理解 换位思考是他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汇 沙沙在喧闹之后仍然是一个人在家里 厨房的墙上挂满了她和姐姐的画作 沙沙其实并不知道 她自己的梦想能否实现